通常我的創作都是 我很想要寫下某一個狀態 或是某一個切片 或是某一個我無解的事情 我會用創作的方式去 如剛剛所說的就是 可能用創作的方式接觸自己的這份心情 或是用創作的方式去找到自己 覺得可以接受的 你不能說解答 就是一個說法 當下可以接受的這個說法 那我在創作二場公園之前呢 發生的事情是 我在2018年的時候 出版兩本限量出版的書 那我們再往故事再往前推一點 為什麼會出版2018年 為什麼會出版兩本限量出版的書 是因為我在更早的時候呢 曾經有就是有先 投稿給出版社過 就在被三才找到之前 先投稿給出版社過 那我當時投稿給出版社的時候是大概 我想想看喔 大概可能七八年